12月15日凌晨1点25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发出通知 关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陈某某突发疾病的情况通报 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通报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救治的华西临床医学院 2022级研究生陈某某经专家团队全力抢救无效 因新原性猝死于2022年12月14日22点08分去世 其父母不同意尸检医体随机运往殡仪馆 12月13日在学生群里的公告 却说证明学生在寝室突发意识丧失 随后传出该生阳性带病上岗已经死亡的消息 12月14日中午12点10分 澎湃新闻引述学校回应说 死亡消息不实 该生还在抢救当中 但是并没有透露发病地点是在医院还是在寝室 之后有知情人透露说 这个病例已经封存 通常是死亡病例才会被封存 最新消息显示 该生在当时的确没有死亡 但是他的病例却已经被设定了权限 他的护理记录还有学生可以查询到 应该是医院想要封锁消息 据知情人透露 陈某某的生命体征完全被Lukas吊着 Lukas就是胸外按压机 可以按压心脏保证血液循环 通过这张图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一直被按压着 并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生命体征已经非常不好 树张压已经降到13了 正常人应该是60以上 有学生说这就和当年李文亮医生去世时一模一样 无意义的抢救就是在乳师 有知情人透露说 逝世者名为陈嘉辉 今年23岁本科是山西医科大学的 保研到了华西 据同校的学弟说 在山西医科大学拿到保外资格非常之难 想来这名学长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 之前有观众在视频下留言说 这是想撑过48小时就不算工伤了 在工作中突发疾病 经抢救48小时之内死亡的才能够认定为是工伤 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工作单位也是要被处罚的 所以无良单位就是想拖延这个时间 才让医院宣布死亡时间 我想这其中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学校和医院应该主要是想把陈嘉辉去世的消息给封锁掉 或者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让大家来一点一点的接受 以避免学生和医护人员出现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导致更大的舆论影响